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粤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洲商会希望香港能够解决双重税收协定的问题 中国销效与餐馆连锁店考虑在香港上市 消息人士称 碧桂园的海外债权人聘请顾问进行债务谈判 中国南部的山崩埋葬数十人 数百人逃离现场 新移民的驾驶课程未能发挥其全部潜力 教练表示 请大家收看 澳洲商会希望香港能够解决双重税收协定的问题 彭博社 香港澳洲商会提议与金融中心签订双重税收协定 以免澳洲僑民在两国都要缴税 根据澳洲的税收居民规定 每年在澳洲逗留超过183天的个人 无论他们在其他时间住在那里 都必须缴纳澳洲税 商会呼吁香港与澳洲谈判达成协议 以防止澳洲人受到两个独立税务机构的监管 香港已经与新加坡 美国和中国大陆签订了类似的双重税收协定 中国销烤与餐馆连锁店考虑在香港上市 消息人士称 彭博社 据报道 深圳禁唐明山餐饮 GTMS正在考虑在今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据称 GTMS正在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合作 为上市做准备 该公司经营着包括 谭宇在内的几个知名餐饮连锁品牌 虽然IPO的细节 如规模和时间表 尚未最终确定 但据称GTMS希望在股票发售中筹集数亿美元 GTMS目前的估值在70亿人民币 9.73亿美元 至80亿人民币之间 碧桂圆的海外债权人聘请顾问进行债务谈判 彭博社 碧桂圆控股的债权人已经任命了财务和法律顾问 准备与该公司展开债务谈判 这家中国开发商的负债相当于1900亿美元 于10月份违约了美元债券 碧桂圆尚未提出明确的债务重组计划 中国南部的山崩埋葬数十人 数百人逃离现场 纽约时报 中国云南省发生的山崩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另外还有45人被埋葬在雅力下失踪 超过500人已经从该地区疏散 同时数八名工人正试图救出失踪居民 这次山崩发生在星期一早上 袭击了一个山区的两个小村庄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山崩 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国汉潮来袭之后 气温就降 预计东南部地区将有暴风雪 新移民的驾驶课程未能发挥其全部潜力 教练表示 加拿大CBC 根据一家驾驶学校的经理表示 外德华王指导PEI的驾驶执照教育课程 并未充分发挥其帮助新移民获得驾照的潜力 该计划允许来自加拿大以外的有经验的驾驶员 利用他们的经验获得完整的驾照 然而 该计划的宣传不足 导致许多新移民选择参加一个名为 新移民初学驾驶课程的不同计划 该计划有一些限制 驾照教育课程提供无限制的驾照 并允许驾驶员获得驾驶卡车或计程车的商业驾照 开始你的一天前需要知道的五件事情 欧洲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建议 投资者在上周至5月以来最糟糕的暴跌后 购买五年期美国国债 摩根士丹利认为 未来几周的数据将令国债反弹 并且可能会出现下行惊喜 摩根大通建议购买五年期国债 因为收益率已经回升至去年12月以来的水平 尽管他警告市场在提前降息方面定价过于激进 中国购买了接近纪录的400亿美元的晶片设备 以击败美国的限制措施 彭博社 中国在2023年的晶片製造机进口额增长了14% 达到近400亿美元 尽管去年总进口额下降了5.5% 中国的晶片公司正大举投资新的半导体工厂 以规备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出口管制 这些管制使中国企业难以获得制造强大晶片所需的机器 中国从荷兰的进口在新的出口管制实施前激增 这将进一步限制对最新机器的获取 据报道 荷兰公司ASML Holding NV 认美国政府的要求取消了对中国的顶级机器的出货 雪景 从苏黎世最好的滑雪日 金融时报 苏黎世提供了一个随性滑雪之旅的绝佳机会 该城市的中央车站通过瑞士出色的火车网络 轻松连接到多个滑雪盛地 从苏黎世轻松到达的三个度假村是Vlumserberg Possovo-Andermann Vlumserberg是从苏黎世到达最方便的度假村 只需一小时的旅程 它提供了适合家庭和不同能力的团体的各种波导 然而 在旺季的周末可能会用制 最好的午餐地点是El Prister & Peniel 它供应瑞士山区的经典菜牙 如其受汉列和Chelty Posso位于海拔1350米至2220米的地方 被Vlumserberg稍微不那么用制 提供各种波导和越野滑雪地形 从苏黎世到达Posso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段旅程需要乘火车和转车 最好的午餐地点是Margut 供应Kaiserspets和Chelso Cordon Blue Andermann位于海拔1450米至2960米的地方 距离苏黎世较远 需要两个小时的旅程 然而它提供了各种滑雪选择 以及可靠的雪梁 该村庄近年来经历了重大发展 The Chedai酒店成为了转型的核心 最好的午餐地点是The Japanese By The Chedai Andermann 供应高品质的日本料理 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 这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连锁效应 澳洲ABC 中国的人口再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 2023年仅有902万出生人口 相比之下有1110万人死亡 这种下降是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以来的首次 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 中国的总生育率已降至若一 远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2.1 预计到2100年 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下降至仅有2.1亿 相当于2014年的峰值的五分之一 根据最新的低程景预测 中国的人口预计将在2100年降至5.25亿 瑞银财富管理部门表示 中国股市的恢复需要更有力的政策 彭博社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的好处 已经被定价进入中国股市 需要更积极的政策来振兴市场 该公司表示 当局需要采取更持久和全面的方法来解决影响经济的核心问题 瑞银在中国股市上保持防守姿态 偏好国有银行 产生可持续现金流的行业以及积极回购股份的新经济公司 从长远来看 瑞银仍然认为中国股市是其最优选择的市场 预计今年的回报率约为10% 中国股市抛售加剧 香港指数接近19年低点 彭博社 香港的中国股票进一步下跌 使其接近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多达2.2% 其中美团和腾讯控股等科技公司领跌 中国股市的抛售与华尔街的乐观形成对比 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股市的下滑是由于缺乏经济刺激和市场支持措施 以及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监管监督的担忧 是时候策分奢侈品巨头LVMH了吗? 彭博社 LVMH的投资者呼吁对这家奢侈品集团进行策分 他们认为其集团折价惩罚了股东 LVMH旗下品牌包括路易威登、迪奥、细路沙 低乎尼和保格例 LVMH的股价按预估的利息和税前收益计算为16倍 而月价能够控制其产品需求的月马市值为34倍 日本的旅游业预计将迎来一个丰收的年份 因为游客们寻求独一无二的体验 南话早报 日本的旅游业正只望着一个成功的一年 滑雪度假村和酒店已达到容量极限 经营者不得不扩大他们的服务以满足冒险旅客的需求 2023年 日本迎来了创纪录的2500万外国游客 游客花费超过350亿美元 超过了2019年创下的纪录 日元贬值使日本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旅行者寻求独特的体验 预算旅行者的增加及住宿和交通带来了压力 Luxury专为来自台湾和香港的高端旅行者提供服务 他们看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逐渐恢复 但不清楚中国市场是否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2023年 外国游客中最多的来自韩国 其次是台湾、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 滑雪道家村列斯库的入住率创下了纪录 提供日本体验的传统住宿预计整年都会很忙碌 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震撼了市场 交易员们不会再被鱼弄了 南话早报 市场已经开始调整 以应对唐纳德 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的前景 与2016年的反应有关的关键差异 尽管他当选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大幅抛售和美元的飙升 并预测美国股市将会蓬勃发展 但特朗普的政策的影响比预期的要较为温和 根据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和乔 拜登之间的竞争激烈 预期连任并没有引起与上次相同的波动 因为市场已经将特朗普的回归可能性纳入价格 然而 连任可能会对债券收益律师加上行压力 支撑美元 并对贸易伙伴的货币产生负面影响 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国会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债券收益率上升 对美元有利 而特朗普推动实施关税可能会提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值 努涅斯表示 全香港都支持我们在关键的亚洲杯比赛中 南话早报 根据Foss Nunez的说法 香港的球迷和球员在他们的亚洲杯比赛中 越来越有信心和竞争力 香港将在星期二面对巴勒斯坦 需要赢得比赛才能保持晋级淘汰赛的希望 Nunez强调了在教练John Anderson的带领下球队取得的进步 以及球迷的支持不断增长 Nunez还提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 包括护照申请的困难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表示他的家人一直支持他 现场市场 检查波音门室 监管机构告诉航空公司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稿FAA 要求航空公司检查波音737-9822飞机的门室 因为在检查过程中报告了未指明的裸衫问题 FAA表示 门室设计与波音MAX-9飞机相同 该飞机本月早舍时候发生了空中爆胎事故 但737-9822飞机对这个型号并没有问题 FAA还表示 MAX-9飞机将继续停飞 直到确定他们可以安全返回服务为止 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市唯一使用MAX-9的美国航空公司 由于飞机停飞 这两家航空公司本月不得不取消了数千个航班 FAA的建议可能会影响达美航空 该公司也运营9822飞机 但该公司表示 已经选择采取主动措施检查我们的737-9822飞机队 并且不预期会有任何运营影响 中国建筑商红日的母公司面临清算法庭请员 彭博社 中国开发商红日地产集团的母公司红阳集团 在香港法院收到了一份清盘申请书 该申请书预计于3月27日审理 红阳集团是一笔原本应于2022年到期的 2.75亿美元债券的担保人 受困中国企业的债权人一直在求助香港法院以追回损失 至少有3家中国开发商或其子公司已经收到了香港法院的清盘令 对于利润丰厚的年份 对冲基金以TCI和Citadel为首的领头羊画下了据点 南华早报 根据LCH Investments的调查 由Chris Hahn的TCI Fund Management和Ken Griffin的Citadel领导的对冲基金 在2023年为客户带来了最佳的结果 该报告发现 前20家公司占去年该行业产生的2180亿美元的33% 尽管前20家公司管理的资产不到该行业总资产的五分之一 但他们产生了670亿美元的回报 超过了平均对冲基金回报率6.4%的10.5%增长 中国正在提升稀土价值链 而西方国家则试图迎头赶上 南华早报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公司盛和资源收购加拿大唯一的活跃稀土扩散 突显了中国的战略 即从西方国家进口上游产品 然后再将增值产品出口回这些国家 中国以前供应廉价的原材料用于高端清洁能源产品 如电动汽车的生产 但现在正在寻求扭转这种生产流向 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自己的供应链来 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中国在稀土总出口中的份额 从十年前的约90%下降到2022年的约70% 然而 由于国内原矿供应不足 中国一直在进口更多的上游产品 盛和资源已经收购了格陵兰 坦桑尼亚和美国的稀土矿山的股份 中国还试图通过禁止出口用于 制造稀土泳池体的技术来 保持其在下游加工方面的主导地位 Hey,大家好,我是来自陆导世界的陆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 今天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澳洲商会希望香港能够解决双重税收协定的问题 以免澳洲侨民在两国都要缴税 中国销烤与餐馆连锁店考虑在香港上市 碧桂园的海外债权人聘请顾问进行债务谈判 中国南部发生山崩 数十人被埋葬 新移民的驾驶课程未能发挥其全部潜力 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建议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 中国购买了接近纪录的晶片设备 苏黎世提供了一个随性滑雪之旅的绝佳机会 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 瑞银财富管理部门表示 中国股市的恢复需要更有力的政策 香港股市接近15个月低点 对于利润丰厚的年份 对冲基金以TCI和Citadel为首的领头羊画下了据点 中国正在提升稀土价值链 而西方国家则试图迎头赶上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吧 首先 澳洲商会希望香港能够解决双重税收协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澳洲僑民在两国都要缴税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香港已经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所以这个提议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将会对澳洲僑民和澳洲商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中国销烤与餐馆连锁店考虑在香港上市的消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动向 因为中国的餐饮业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这家连锁店成功在香港上市 将会对中国的餐饮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 这也将为香港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 再来 我们谈谈碧桂园的海外债权人聘请顾问进行债务谈判的消息 这表明碧桂园的负债问题已经引起了债权人的关注 碧桂园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他的负债问题可能会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 接下来 我们谈谈中国南部发生山崩的消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灾害 造成了许多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我们希望当局能够尽快采取行动 帮助受灾的人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最后 我们来谈谈中国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 这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连锁效应 人口减少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深入的分析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新闻的影响和意义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想法呢?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页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指示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优优独立新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